台湾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组团 即将前往乌克兰从事议诊服务 团队由旅美医师蔡隆聪担任团长 并包含七位美国的医师 以及台湾国内的四位医师等一共15人 就用我们的爱心 用我们的知识 用我们的医疗去帮助他们 表示我们跟乌克兰的人民站在一起 立法院长游锡坤至此时表示 这次医师团志愿到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工作 充分展现了台湾精神 今天我们在这儿的这个医师 不管你是住在美国或住在台湾 你们 这各位医师这种精神 人道志愿 关心其他国家 这就是台湾精神 就台湾固人的精神 而连电创办人曹星成也出席了记者会 并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能打仗 也没有血液救人 只好出钱来帮助议诊团 曹星成也强调 台湾展现出助人的精神 意义非常重大 今天支持乌克兰有多少力道 将来世界支持我们就有多少力道 对不对 如果我们对乌克兰被侵略无动于衷 为什么人家 你被中共侵略的时候 人家来帮忙 对吧 所以今天这个蔡英诗到乌克兰是意义重大 这次记者会中 除了游锡坤和曹星成以外 企业家王毅朗 以及超委董事长苏之锋的父亲 苏春怀也到场支持 此外 人在台湾的乌克兰人 何曼科 也特别到现场感谢台湾的帮助 新唐人雅的电视 领域堂李毅宏 台湾特里报导 并不来 并不分达 并不已公立 并不拥有